2019年香港修理风波持续发酵 李亨利趁机加紧于反中乱港分子勾连 倾其所有提供资金支持 在他的资助下 杨某某多次将黄之锋、周永康、罗冠聪 张坤阳等反中乱港分子迎接到境外 就是一个叫李亨利的人的案件 没错 这个最有趣的一个位置就是 出来的朋友罗冠聪、张坤阳 都告诉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什么是什么 事实上 譬如说罗冠聪、和之锋 他们是民主派人物 他们来加拿大的时候 谁带他们去见会议会议员在加拿大呢 就是本会的前辈们做的 贵会的前辈会不会李亨利?我想问 他肯定不懂 录像中文贵的前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